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准备了两个非常温暖的消息 上个月28号,在首尔龙山地铁站 一位20多岁的孕妇非常费力地抓着扶梯把手 原本离遇产期还有两个多周 但是因为忽然有了阵痛,所以急忙地下了地铁 因为妻子痛苦地躺在地上,还一直流血 而且泰儿已冒出头 所以在旁边的老公也是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是拼命地再喊救命 听到呼救声跑过来的是两位女大学生 其中就读保健系的大学生邱文森 先是确认了一下孩子的哭声 然后马上打电话给119 并且一直给产妇按摩放松肌肉 然后准备警察特考的大学生金南俊 赶紧跑到战务员市通知了这件事情 战务员们急忙地拿了很多毯子 将产妇跟婴儿的身体温暖地抱了起来 然后跟市民们一起围绕着他们,保护着他们 接着到达现场的119急救人员们 快速地将产妇跟婴儿移送到医院了 我觉得就算不是我 也会有其他市民打急救电话帮助产妇的 听到产妇跟孩子们都很健康后 我们职员们都非常高兴地拍起手来了 因为发生了那样的事 所以很感动,很欣慰 一个礼拜后,这对夫妻抱着孩子 来到地铁站向战务员们致谢了 在产妇跟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因为有市民跟战务员们的帮助 这个宝贵的小生命才能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了 啊,这围过来的人都不是为了看热闹 而是看着外面围绕着产妇跟孩子的这个样子 真的是很感动,这社会还是很温暖的 一出生就把很多人做成义士的这个孩子 希望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 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消息 今天4月8号,是EXO的出道8周年的纪念日 为了庆祝这一天,在粉丝们的努力下 EXO出道后发表的所有专辑 都重新进入了排行榜的50位之内 而且EXO队长俗获得首张索罗珠大哥 也是EXO的团体口号,擦当阿奖 竟然是排在最上面 在出道纪念日 团体口号同名猪大哥拿下一位 发表过的所有猪大哥都进入排行内 真的是很感动,很催泪,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虽然说每个团体都会有一些心酸事 但是EXO跟爱丽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因为大部分的别家粉丝们也都知道 爱丽们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所以今天韩国的各大论坛上 几乎都是一起庆祝EXO的留言 真的很温暖 希望在未来的9周年,10周年,更多的周年 EXO成员们能够一直健康幸福的陪伴着粉丝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